越來越來那個便天守就 忽然的那個便天下去大爆燥啊 旁面都嚇死了 趁著經過了都會嚇一跳趕快閃躲 而況那個地震發生以後 他不會通知你說明天我要地震啊 所以這邊沒人住手的話 我市長啊 要用心一點 徹徹底底的查看看是不是有這回事 前身的民生供電也在旁邊 加油站也在那邊 民俗長跟市長 好好的有在聽 本席這個事態嚴重 不能當兒戲 所以說本席 這不是在責備你們 我們要未以籌謀 高雄的氣暴 地震又發生了一個 一個連環暴 這個都是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警惕 以上 本席對本案 尤其我們不會都很重視這個問題 不是潮潮了帥的 我希望尤其公務處長 要加把勁 瞭解看看是不是有這回事 沒有贏的要罪根究底 市民的生命不能開玩笑 好寶貴一見 我們現在請何楚平何議員 清真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市長 我不曉得新龍馬斯 瓦斯是不是看您最近都是在推行智慧城市 所以他連在這個現場的監控都用遠端的 我想請問市長一下 瓦斯是屬於氣體 是無色無味 你遠端能看出什麼端倪 而且從新一路的這個辦事處到這個現場 都沒有車的情況 車價要13分鐘 我想請問一下 13分鐘會引起多大的災難 無論是1996年本橋以及2014年的高雄氣爆都是連環爆 陳如本會的議員說旁邊有加壓站有加油站有民宅 來這一發不可收拾啊 像台北就有三至四家的瓦斯公司 我們身為基隆市的主管機關 如果說新龍瓦斯這樣罔顧民眾的生命 我在這裡建議 策換 策換瓦斯公司 我在這裡嚴重聲明 不尊重人民的性命的廠商 我們基隆市不歡迎 謝謝 好 寶貴一見 我們現在請秦珍清議員發言 關於這個新維瓦斯的這個所謂的人力的一個調配 可以引到遠端的一個監控 因為昨天聽我們處長的說明之後 似乎都接納了所謂瓦斯公司的一個說明 說明你們認為安全無欲 但是在整個人家的報導上的一個分析來講 現場發生的事故時候是要及時處理的 而不是我們要遠端看到發生事故之後 到現場要是13分鐘到20分鐘的時間 其實這個時間的一個災害的產生是何等的可怕 因為這是一個所謂有高危險性的一個公共的一個所謂的建設 比如我們合一合二場 他們也是一個所謂的高危險的一個 所謂的公共建設的一個事業單位 人家也是在於現場的一個監控和管制 那既然我們瓦斯公司現在 現在是會以人力不足 要活用人力為藉口 而來改變了一個現在的一個恢復的狀況 我想這對我們金融市民來講 心裡都非常的膽怕 萬一這個事故在金融發生的時候 氣爆發生的時候 請問我們的損失有沒有去評估過 有沒有評估過 我想在於政府的立場的部門 應該把這個所謂的要害 應該要有有所的一個換算和評估 不能任由新羅法師公司的說辭 我們市政府全然的接受 它的一個所謂的人力的配置 簡單的監控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其內部 尤其檢討的必要 希望本期待見 希望我們市政府 跟新羅法師公司 在我們這次臨時會後 擺一個所謂的專案的說明 對於新羅法師公司 它整個的一個所謂的 安全管理監控系統 到底是什麼個程度 才能讓我們市民 得到安全的保障 我想本期的建議 希望在我們這次臨時會後 即刻的即刻的 安排一個所謂的專案會議 到我們議會來 向我們議會全體同仁來做一個報告 也讓我們對我們新羅市民 有一個保障和交代 這是本期的建議 謝謝 好 寶貝議見 我們現在請張錦 黃章元 余三發議員請做準備 好 謝謝主席 我們今天談到這個 新羅法師這個所謂 減壓戰這個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很重要 是要談 那新羅法師是什麼樣的行業 新羅法師屬於所謂 壟斷一個行業 一個行業 加上過去 都是一些金方 所謂退伍 也在管理 都是所謂退降 或者一些 所謂 人家的高官來管理 長期因為壟斷的關係 所以有老大的心態 都沒力跟我們信信政府 所以這一點 倒是我們市政委要稍微 要稍微了解看看 這種情況不能再讓它發生 因為有人在提議說不歡迎 我認為前面把那些管理缸 高層全部換掉 它才不會有這種老大的心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談到這個 這個所謂氣爆這個問題 我大概三個月以前 我會找過那個新羅法師 我們那個喜事設計啊 那個瓦斯熱氣都不一樣 在我的要求底下 在前面去檢測 檢測的結果是怎麼樣 是因為那個 他的員工老舊 老舊 而且沒有人在管理 這表示他們管理階層 他所謂企業經理有問題 所以這一方面 我們管理 管理單位是基隆市政府的話 這一方面 我們真的要嚴加的去了解看看 尤其因為提到這個 那個所謂 八度這個加壓站這個問題 旁邊還有那個 就有公司 還有所謂 台電公司在那邊 都蠻重要 而且這個工廠這麼老舊 所以現在有新的設備進來 我建議喔 他簽產 不要在這麼老年的地方 有這麼嚴重的 說 在那裡 這是我 我認為他應該 盡快地去簽產 再來我 還有一個問題 我還是要提 新聞瓦斯 他因為是老大的心態 國王獨棄 跟他一間 你不跟他爭就不行啊 所以如果要去爭的時候 一天 要拜兩三 兩三個月 的事情常發生 常常找我們民意代表去關心 才會比較快 這個 這個就是 因為國王同時的關係 才會變這種情況 再來他的廠商 你不跟他爭議 你不跟他爭議的時候 我們叫我們的廠商 一樣的功勞 一樣的手法 我們看的廠商的費用 大概一萬塊 他們就台灣要三萬塊了 那用我們的廠商還不行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他應該 著重於監工 還有著重於驗收 這廠商一個才兩塊 就是一間廠商 管理單位這些 這些所謂以前長久留下來的一些 所謂工程廟的這種 這種方式的這些管理單位 管理階層把它換掉 現在是什麼時代 百公百業 大家打拚到要死了 有競爭才有進步 有競爭才有行李 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我 我建議市長 好 好 都建議市長 我們現在請 宜山發議員 我們陳明健議員請準備 好 謝謝主席 那我想 昨天 我們的那個新聞稿裡面 我想 可能 我們公務處長 也有 也有 替他講話 說 媒體是誤導 媒體誤導 那麼我想 媒體誤導 讓全基隆市民人心惶惶 我們市政府的作為在來 在哪裡 要不要安撫民心 安撫民心 最好的方法 不是你們 就是欣龍老師 告 周刊 亂報 就很奇怪 我們議會 如果稍微講一句 讓你們不高興的話 哇你們的反應很大耶 竟然周刊 誤導 你們毫無動作 而且 我們公務處長 還 竟然 在媒體上 公然的替他們保證 基隆不會有氣泡事件發生 你幫他們保證 幫他們背書了喔 那我想你們是不是 應該跟欣龍老師聯手 告一下媒體 你們這麼有把握嗎 我告訴你們啦 我昨天再去問他們 裡面的一些員工 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也插彈 他們是只有保全沒有警衛 什麼叫只有保全沒有警衛 我告訴你 我親身經營過 很不幸我從前 曾經經營過一下餐廳 保全公司在找我 我說我餐廳不用裝保全 結果他說服我 說我們有一個 那個火災感知器幫你們 稍微有一點小火災 會幫你報警 結果 不幸真的發生火警 整間燒了之後 保全公司完全沒有報警 然後我又找他理論 他跟我講說你注意看 保全公司幫你保全 沒有幫你防災的 就這樣一貌不備 這是我個人慘動的經驗 可是我告訴你 今天隨便一個 汽油彈丟進去 你原來遙控什麼東西啊 能夠遙控什麼東西啊 你們都知道這個地方 有人身安全顧慮 你們都趕快搬到總公司去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其他同學也講 旁邊有 加油站 有便電所 有靠速公路 甚至還有一些住宅 你們遠端遙控 能夠控制到什麼東西 南氣北送到基隆 是雜質最多的地方 根據內部的消息 這種突然深壓的狀況 層出不窮啊 機率很多啊 網立都是兩分鐘之內 樓上跑下來 趕快把它切換到 備用管道 讓壓力降下來 要不然 等到他 在那邊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 一直 降壓降不下來的時候 20公斤的這個壓力 衝到我們的 市區的細管線的時候 後果不堪設想 明天過後的劇情啊 不輸給高雄 高雄那個氣爆的票吧 除非啦 廠商今天 能夠把兩大問題解決 第一個 把這個 這個 老舊建物 他們自己口中承認的 老舊建物 簽掉或是改建 還有 第二個問題 基隆和整治問題 基隆沒辦法 中央沒辦法 除非 那些 新隆瓦斯公司 他們能夠把基隆和整治到 不會淹水 要不然 他們自己顧慮的淹水問題 怎麼辦 你現在 房屋老舊的問題 基隆和整治的問題 這種問題除非咱們解決嘛 要不然 簽長嘛 以上報告 好 報告一見 我們現在請陳明健 陳議員 謝謝主席 有關 本案 明天昨天我們公務處長的 一個回答 好像對我們 新隆瓦斯的 這樣的一個解釋 很欣然的接受 但是 本習 不予認同 因為 不管我們的管路 是輸送液體 液態 或是 氣態 總是 它的一個危險性在 本習過去在台電 在我們 728電廠 服務了二十幾年 對於這樣的一個 遠端控制 非常非常地 一個清楚 所以你不可能在它的 控制室裡面 它的信號顯示了 不管是開或是關 現場 現場未必是一致的 所以每次做一個 遠端控制的時候 我們必須做一個 Double Check 就是你現場的一個 設備裡面 必須還要重複的去 巡視 來去印證 是不是跟它 遠端控制室裡面 所顯示的燈號 是不是一致 這個是目前 都是必須要這樣子做的 聽到我們處長說 我們信號瓦斯 對於這樣的一個 遠端控制裡面 只要有問題 它可以控制一個 遮斷法 我想光一個遮斷法 還不夠 我們甚至於後面 還會裝設一個 控制法 去控制它的流量 或是控制它的輸送的一個 量體 所以 本習同意我們 行政議員所講 是不是 建立說 組一個專案 報告向我們議會 來做這樣的一個 說明 以上建議 謝謝 好 我可以見 我們議員同仁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請 我想公務處 昨天已經跟大家 答覆了 我想聆聽一下 我們市長 對於新農瓦斯 遠端控制的看法 以及市政府 日後的採取的 採取的手法是怎麼樣 好 我們請市長 先 好 謝謝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先進來的 吹詢 我想大概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 這個天然氣的管理 的機關是經濟部 相關的設施設備 設施設備 設施設備 也一定要經過 進一步 相關單位的審核 來做建設 我想這是第一點 市政府當然 站在監督的角度 我們也有責任 來維護市民的安全 所以剛剛各位議員 所提的這些意見 都非常的寶貴 那我也非常贊成 剛剛幾位議員 所提的 我們應該邀請 新農瓦斯 來就整個 新農瓦斯 在吉隆市 境內的相關 天然氣設施設備 的一個安全的一個機制 來進行相關的一個 專案的一個報告 我想我們也贊成 也支持議員 剛剛的一個建議 謝謝 好 明媛同仁 我們張口衛 張議員 陳柔臺議員 請做準備 好 謝謝主席 剛才 市長 您聽了 您的看法 您是說 那個 當然 新農瓦斯 陳柔你剛剛所講的 是經濟部 所管轄的 那本席是覺得很納悶的 這個策的話 市長 您應該要了解 假設都是 這工程駐守人員 撤的話 他們是直接 這攸關著 吉隆市的 整體安全顧慮 就這樣撤 新農公司本身這樣 答應以後 這邊就無人可以看管 市長 這樣可以嗎 所以剛才講的是 經濟部 還是經濟部 把我們吉隆市的生命 財產不當作一回事啊 市長 這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要了解 處長 還有市長 你一定要了解 這個撤的是 到底是屬實 還是 還是 報商材質亂寫 假設是屬實 新農瓦斯公司 就直接可以這樣子撤啊 還是要報經濟部 假設是經濟部核存的話 這要把我們吉隆市的生命 當作什麼 這個都要查清楚啊 所以這邊啊 我也希望市長 你剛才答悟本位的話 你還是沒有強硬的嗎 你一定要了解 要交代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你的聲音 請公務處去瞭解 看是不是屬實 沒有屬實 這個全責是誰 答應說 要撤的 這就要查清楚 要這樣讓本位的聽了 也比較舒服啊 這全 基隆市的 甚至於 這個全球網站都在看啊 對不對 我是希望啊 市長啊 尤其這個人命關天的事情啊 我們不能炒賽的 幾句話就把它帶過去 好 我們 謝謝張永輝 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 魚三發魚員 南敏黃魚員請做準備 謝謝 市長啊 謝謝議長啊 市長我想 我剛講的好像你都沒有回應 好像每次我講你都沒有回應 那麼我想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媒體把我們寫得這麼聳聽 然後你們也說他們是誤導 那你 我剛建議你怎麼樣以正式聽 你們毫無回應給我 你剛的發言毫無回應 那麼我要告訴你 議會稍微講一句 你遇到你不高興的話 你就召開記者會 今天媒體寫這樣 在這裡 基隆市長林六昌打混 媒體把你寫得這麼難聽了 你又說他們是誤導 全基隆市人心惶惶 你無動於衷 我們的借金你也不聽 你也不回應 我不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難道要讓大家繼續驚往下去嗎 還是他們根本寫的就屬實 你回應一下嘛 不要每次都不回應我 好 對不起喔 因為剛剛那個陳東財議員 有先好不好 陳東財議員 然後南美王議員請做準備 然後呂美玲 然後蘇仁河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議長 其實這個 新農瓦斯公司 在我們基隆市 是一個獨彈事業 剛剛市長講的沒有錯 那屬於經濟部管轄 但是基隆市市政府 我們公用課 應該要做監督 我這一本是 民國91年11月7號 我們一位到 分市政府到 新農瓦斯公司參訪 這個資料 我大概練一下 我會聽一下 他們公司的起源是 本公司移民國57年 由地方人士 李瑞彪先生等籌備籌設狀態 以籌設型的奉行政兵務兵的舉行 由這個行政院國軍退出一官兵 補導委會是中央投資公司 以相關補導條例 簽訂合影契約 共同投資 這個 新農瓦斯有限公司 他的經營範圍是多大 臺北的瑞芳萬里金山 這些地區包括基隆市 以民國63年的5月12號正式成立 那麼這家公司在基隆市裡 大概43年 獨佔事業佔了43年 爭議很大 我們一位曾經討論過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建議市政務 你們應該行個文給經濟部 既然他們是他們的這個核准 我們由市政務有監督的這種責任 要求他們來徹底 做一次全面性的做一個檢查 這必須要有一些專業的單位來 大家都用嘴巴用講的 用看的這個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 我們要依據這些專業單位來做判定 你做工廠已經放43年 開43年了 裡面的機器是不是可以 可以再運轉 這很重要喔 是不是這樣 我們台電公司也好 哪一家公司也好 他的機器也必須要汰換救星嘛 要必須要維修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我們市政務 應該要朝這個方面 要求經濟部 躺開來做這些安全的檢查 解除基隆市市民的那種疑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市政府應該有責任去查查 這家公司 到底營餘有多少 這根據 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裡面的規定 規定得很清楚 他有營餘的話 必須要回饋給基隆市政府 或回饋給基隆市的市民 或回饋給每個用戶 在87年的時候 我們的市長李靖勇 有處理過 我這邊都公文都留著好 李靖勇的公文也還記得 不是這樣 我都 自然都放好幾桌都放在這裡 所以喔 我是要求這個公基金啊 還要查清楚啊 那個時候是 有退費啊 一戶是退一千塊 我記得是這樣 大概退了八千多萬 八千多萬 所以這幾十年都沒有去清查過 市政府也沒有去清查過 當初 當初這個公營事業管制 管制事業條例裡面有規定喔 這家公司營養到 營業到三四年的時候 市政府可以有權力把它說為 回公營 那個時候是 剛好是許財利 許市長 當市長的時候 我在因為跟他提 我說 這是金雞部的 這跟他提供的 我的工廠裡面 操作這個氣的話 氣體的話 我們就可以收錢 而且可以 增加救援機會啊 至少一百個員工以上 那個時候沒有處理 那是黃金的時期啊 剛好滿曬之年 市長也要放他過 是不是這樣 重點就在這裡 你今天沒有要求他 公司當然是跟你打分啊 跟你打分啊 這種東西誰用肉眼 沒有辦法去判定的 沒有辦法看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趕快 要求經濟部 趕快來做 做一個徹底的一個 好好做檢討 一次把它解決掉 這是我的懸疑 謝謝 好 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 藍敏黃藍議員 呂美玲議員 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針對周刊坊的這邊報告 我有 三點意見提出來 請市政府 我要參選 第一點 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邊報道 主要是媒體啊 因為關心 這個八股的監控中心啊 忽然間啊 遷移了 那 新農公司的理由是什麼 建物老舊 所以呢 為了顧及建物行人員的安全 他們去做這樣一個遷移 那他們的五點聲明裡面 呃 原則上啊 我不認為監控中心啊 一到四中心 會降低他們的監控的水準 但是啊 我要提醒的是 林市長 高雄氣爆啊 我相信大家都急有心 最嚴重的問題在哪裡 管線老舊 當氣爆以後 高雄市長下去撤查以後 發現管線亂七八糟 這是我們怎麼去關心的還是市長 雖然 主管登記單位是經濟部 可是新農的瓦斯管線 申請 跟誰申請啊 當然是你基隆市政府啊 那你有沒有責任 所以說我建議說市長 你應該要求新農 我等一下請那個公務處 副長先說明一下 我們基隆市政府 想對新農公司的地下管線 你有沒有配置圖 啊他們常常修修補補 在修補的過程中 會不會有 有些管線啊 有漏氣的 你也不知道啊 那也不知道啊 這個是長期累積的 藉由這個報道 我們公務處啊 要更加的用心 針對這個部分來監管 所以這部分 那個我們必須請這個 新農公司啊 針對管線部分啊 要好好來研究一下 我們一直希望說 基隆市能夠建立 共同管轟 雖然我們環境不要 你也是要去做啊 都沒有做 因為這個問題就不會解決了 好 處長 你是 庄處長 你醒來 你敢保證基隆市 不會發生氣爆嗎 我告訴你 去年的1月20號 1月21號 基隆市啊 就發生兩次氣爆了 你不要來做 你不知道我幫你拿錢 所以你不要隨便啦 信口開合 基隆市不會發生氣爆 成功一路啊 就發生氣爆了 在去年的1月21號 東四街 也發生氣爆啊 同一天就兩次氣爆啦 這是不高用 那麼大而已 基隆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還是會發生氣爆 知道嗎 所以你一定要 肩負起這種 重責大任 好好的 監控新能公司的管線 好 那 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要提醒市長 市長 我看到這篇報導 我覺得 對林市長是不公平 什麼叫做 林市長打混 這對一個市長來說 是非常不公平的 可是媒體 不大大的這樣登出來啊 是因為我們沒有掌控 新能公司啊 它的進度嘛 那基隆會不會發生氣爆 有這麼嚴重嗎 經過 經過 新能公司的 補典聲明 公務司的說 我認為 不會有立即性的 重大危險啊 可是這樣的報導啊 傷害了基隆市政府 也引起基隆市民的恐慌 所以說市長 你要正視這個報導 如果 如你們所說的 報導有誤 當然我們不能去怪媒體 媒體是第四權啊 它有監督的責任啊 如果不是這樣報導的話 我們會這樣重視這個議題的討論嗎 但是針對 錯誤報導的部分 市長你應該 發表你個人的看法啊 如果是誤導 你是不是應該請媒體更正 因為 新農公司已經有要求媒體去現場 會看啊 如果媒體 也認為 新農公司的報導 有公信力 市政府你也願意保證啊 那就請媒體更正報導 還市長 還基隆市政府一個公道 這不太對 我想 最近啊 台灣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 就是 亂爆料 不用負責任的 這個會造成社會也不公不義 我們都要追求公平正義啊 這就是不公不義啊 我們不能怪媒體 那如果媒體認為他報導有誤 他也有責任澄清啊 還基隆市政府 還我們林祐昌市長一個公道啊 這部分 我也想聽聽看市長的意見 如果你認為媒體的報導有誤 我覺得你應該啊 請媒體來更正 我再提醒市長 去年啊 謝金河先生 也說 林祐昌市長說 基隆市的議選啊 百分之七十啊 都在教育啊 所以基隆市不會進步啊 我也要求你說 你要去叫他更正 你給我印好 結果你也沒有啊 對不對 基隆市長你會叫我 我們不能讓這種錯誤的報導 一直蔓延下去 這是社會不公不平啊 不公平正義最重要的源頭啊 我們要共同的來好指 當然我們做了不好 我們要來共同檢討 那我也希望說媒體在報導錯誤之後 也應該馬上有一個更正的效果 才不會誤導視聽啊 所以講對這個報告 我有這三點的建議 希望請定位可以正視我的建議 謝謝 好 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呂美玲 呂議員 蘇仁河議員 請做準備 主席 主席大家好 有關於這個天然氣在基隆市 應該是監管率是很高 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天然氣發生 它漏氣已經有很多次了 那我們處理過的 包括在山海關 包括在新峰街 甚至包括在山沙灣管線外漏的情況 還有有一次我們處理的時候 最離譜的就是那個管線啊 那個氣體的味道已經出來了 非常多的人家都已經聞了 大家都嚇死了 西諾瓦斯來的時候 只是叫 就是這個管線外面附近的居民告訴他說 你們 你把那個膠帶給他捆一捆 就叫他說捆一捆 然後你再試試看有沒有味道 就是這麼草率的就處理 後來因為那副人家實在嚇死了 就趕快請我們來處理 你看 處理的結果還是要更換管線啊 所以這個就是老百姓的無助弱勢 那今天 媒體幫我們出聲發聲了喔 他告訴我們 基隆市的天然氣恐怕會連環爆 實際上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還有這個老百姓也叫我去買一本來看的時候 我其實我是相信的 但是他這個主 他的主題就是基隆天然氣恐連環爆 其實我會相信 因為我們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這麼草率 我們當然會相信 只是他旁邊 他又弄了一個這個旁邊的標題是 市長林佑昌打混 這個實際上其實也是蠻嚴重的 就是他就點名了嘛 如果他今天講基隆市政府打混 那還好 可是他就直接點名啊 市長林佑昌打混啊 那市長你就應該要出來了 到底你有沒有真的打混你要說清楚啊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一邊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很多人就直接跟我講 就是啦 其實就是這樣啦 那時候我在想說 實際上這個也不是說 你市長你現在來的時候才 這個西諾瓦斯才出問題 但是你都不回答 像我們從昨天問到現在 我們剛才那381人也講啊 他從從你也問 我也問啊 我說其實我也沒有直接點名 我是說 我也跟那個處長講 處長你要以正視聽啊 對不對 你要覺得說這個媒體爆料是不對的 那你要求他更正嘛 更正視 其實更正視最怎麼樣呢 最柔和的勸導 要求他更正 如果啊 像我們過去啊 我們就直接就告他了 但是現在開始要有修為了 所以呢 先給他更正嘛 但是你連更正的要求你都不要 那人家當然會懷疑啊 你就真的打混啊 對不對 不僅是市長打混 你整個市政府都打混啊 人家都點名罵了 你還不不還這個事 這個我在想你們的修為也沒有這樣子嘛 就像我們議員講的嘛 我們議員隨便講一句話 其實也不是隨便 還有朋友去講的 你還要開個大啦啦 開個記者會來反反彈 那人家都已經直接點名罵你打混了 你都不 你連要求他更正的勇氣 都不敢 我不知道耶 其實這也不需要什麼勇氣 這是在維護你的親喻啊 如果你連維護你的名譽的這個能力 都沒有展現 那我們怎麼會相信你有這個能力 來把我們基隆的市政弄好呢 所以呢 在這邊我還想 搞清楚到底呢 這個新羅瓦斯的天然氣是怎麼弄的 我們剛才藍議員有提告 你那個地下管線圖你有嗎 你了解嗎 當這個地區發生問題的時候 指罰要到哪邊去給他 馬上把它弄掉 對不對 這非常重要的 我跟大家報告喔 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1999年 我第一次到了上海 我第一次到上海的時候 我參觀的第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天然氣 瓦斯公司 那個我進去的時候 這個辦公室就是這麼大 那一面牆整個 就是整個上海市天然氣的點 每一個點的地方 我說這個要幹嘛 我那傻傻的嘛 對不對 傻不隆隆的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我們的天然氣每個地方的點 我說那個為什麼這樣 那個那麼大 他說喔 這個是小管線 那個是大管線 這個地方發生氣爆 馬上叮 就是植住了 二十幾年前 1999年 所以啊 我們現在有沒有不知道 1999年現在2017年了 我們的天然氣 有沒有告訴我們 那邊有一點漏洞 他就懂 沒有嘛 但是不管有沒有沒關係 我們要知道我們要掌控 這是對我們基隆市民 生命財產的一種保障 所以呢 在這邊我也拜託 待會喔 我們的處長告訴我們 這個圖你有沒有 這個管線圖有沒有 那拜託我們的市長 勇敢的捍衛你的名譽 到底你有沒有打混 那周刊有沒有說錯 要嘛我們請求他更正 要嘛我們就提起告訴 要求他賠償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蘇仁和蘇議員 我們楊時辰議員 請做準備 謝謝 謝謝議長 我想本席也先聲明 我對於新農瓦斯公司長期以來 這一個龐大的事業機構 他的經營 我個人也非常的歡感 我個人也非常的歡感 那話講回來 我想 媒體喔 是我們 台灣的 認為是第四圈 除了新政 立法 施法以外 媒體我想是一個公然超真的一個 第四圈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 這兩天啊 尤其昨天 有一個 上個禮拜一個陳姓小摩 那麼被人家奸殺 然後還要去蔑視 後來說 他的 這個兇手的女朋友 姓良姓的一個少女 那個小姐 那麼被認為是同伙 然後手押禁見了三天 結果昨天 被放出來了 這三天 你看媒體吵這個 良性的這個小摩 吵得他好像不堪入目 說他怎麼樣去 去八大行業上班 去酒店上班 還有他的手機怎麼傳 然後 他的行為怎麼樣 說到這樣 讓那個老 他的母親 他們注意來 那個老母這樣 這樣說到他們 他們女兒就沒有你現場 但是 你看 往路上沒有人 要相信他母親的一句話 我今天早上 各大報紙都登出來 說 他有不在場證明 然後我失望 他沒有人 我沒有人 有不在場 我沒有人 然後他沒有人 然後他叫他 跟他這樣 去收拾三天 結果有人扔了 報警報傳 你看他做老婆的 他的女兒 他的民族 他的出名腳頭 他在那裡記了比較純樸的一個詳細人 如果敢不聽 所以我想是媒體是這樣報導 那媒體也是我們第一次權 我們也要相信媒體的一些建言 那既然媒體有這樣講說我們基隆市這個新榮瓦斯公司 怎麼樣的爛 他的經營方式 包括他的管線怎麼樣 那麼我想我們基隆市政府他也做主為因 做主為因 我個人也覺得就是說新榮瓦斯公司 在我們基隆市的這個壟斷的這個行業裡面 我非常覺得我也非常覺得慌慌 包括我們剛剛同仁講的 包括老舊廣建的汰換 包括肉器 包括以前這些用戶的供基金他怎麼用 他都沒有交代 也大概也都不大甩我們就對了 不大甩一些用戶的經驗 所以我個人在這邊我是想說提醒說 是不是我們建議我們儀仗 既然他有報章媒體有報導出來 那麼市政府也做出了這個回應 那就簡單 我們下個月我們五月份 我們要開定期大會 那我們就排一天 我們到新榮瓦斯公司 我們去考察 大家面對面坐著 他雖然不屬於我們基隆市政府的管轄 屬於經濟部也屬於隊伍位 那我們就起碼我們有一個同仁 他這一屆當選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也請我們的金融市立法委員陪我們去 然後請他請經濟部的人來 我們一起跟我們同仁 我們到新榮瓦斯公司去考察 當面坐下來 問他說多年來的公用這些供基金 他要怎麼樣回歸 包括他的斷氣 包括他的管線 的汰換 我們要求他 維護我們基隆市民 使用這些天然氣的這些用物的安全 我想這樣才是一個辦法 才是一個辦法 那其他我想媒體的報導也好 或是說怎麼樣的這些事情 我想我們在這邊無法 沒有辦法再做一個斷 再做一個處置 唯一的辦法我想請議長 我們在下個會期 我們到金融瓦斯 再一次的跟他們面對面坐下來 包括我們經濟部 包括我們選出來的我們同仁的立法委員 我們一起去 這樣才能夠追根究底 但回來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這是個人的問題 好 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楊石誠 楊議員 韓良奇議員請做準備 這個康務啦 這個報導 市長你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是市長去決定的 但是總是有問題出來 這是一個警訊 也有可能因為這個警訊 讓我們基隆市 這個重大災害不會發生 在於你的監控 那長期以來呢 新龍瓦斯管線 漏氣也層出不窮 如果說當過里長的人 應該難免的 都會接到類似這種漏氣的狀況發生 它埋在土裡面 水泥裡面 都一樣照樣漏氣 更何況它都是曝露在 我們大環境 這個空氣層 它的管子呢 也會神鏽 神鏽的處理方法呢 也是用膠帶 黏一黏 這種狀況 對於馬路上的 路過人吸煙的時候 萬一發生爆炸的時候 不可能 不會受傷 也就是說 這個新龍瓦斯的管子 的材料是有問題的 它不光只是老舊 它的管子會莫名其妙的穿孔 漏氣 它沒有巡查人員 它只是說 誰發生的事情 然後就直接找區公所 我們區公所 我們行政單位呢 就是它的巡查人員 通報單位 我們是在幫新龍瓦斯賺錢 它的維護呢 全部都是由我們行政單位來處理 由我們區公所 李幹事 甚至於里長 在做服務 這一點 市長你要注意 他賺的錢是我們在幫他做維護 我們在幫他做回報 這一點一定要要回公道 要回公道 而且呢 我們要嚴加管理 監控它的管子 它的管子 我發現嚴重有問題 瑕疵品 管線看起來沒有 竟然沒有繡實 竟然會穿孔 這是什麼道理 管子裝沒幾年 管子裝沒幾年 就破洞 穿孔 這是什麼道理 我們不是說 任由他 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還有公平這個交易也要注意一下 它的管子只允許他們公司 所委任的這個單位來試做 管子也要用他們的管子 而且施工是貴的不得了 材料也非常貴 我問過很多的水電的 這個 一般工程行 他們說我們裝的話 最少減一半的成本 這一點我們也沒有去注意他 任由他隨便開價 管線可以兩三百萬裝好的東西 他竟然開價要六百萬 這是何其貴啊 我們放任他們在胡作揮圍 已經很久了很久了 現在中央是民進黨 地方也是民進黨 你們覺得這個單位 長期以來這樣子的胡作揮圍 還要讓他繼續下去嗎 政府的監督功能何在 你們要不要擔任你們 這個真的是 把關的一個單位 還是一個 形容向下的一個水 這個組織或是公司 的一個小單位 所以我認為說市長 在這個刊物刊出來以後 對你來講是一個簡訊 也讓你呢 能夠注重這個問題 長期新榮以來的問題 也希望你能夠 著手努力改善 謝謝 好 寶貝議員 我們休息五分鐘 一個小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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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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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们首先 有没有 感谢观看 台 台电 事實上我們在水溝內常常看到 那種什麼第四台的電線 或者是這種什麼水管任意穿越 或者是瓦斯管附掛的問題 或者是縱化電信附掛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應該要很清楚的 要很明確的給它有所規定 有所規範 有所施工標準 這我希望工務處一定要做到 所以呢 講個不好聽 他寫林市長大混 這一句話的話 我們應該深刻檢討 我們應該深刻檢討 我們的管線是不是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那當然變成金融市政府大混 金融市政府的代表人就是宥昌市長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我很期盼 我們第一個應該做 第二個 回歸本席 曾經在本會正式提案過的一個案子 本席大概在三屆以前就提出來 希望基隆市的所有管線 比照先進國家有所規定 應該是15年或20年 應該汰換的 一定要去汰換 事實上 包括本會剛剛很多同仁講的 瓦斯管線 腐蝕 然後用膠布包一包 或者是什麼水管 什麼街頭怎麼樣 事實上呢 這種問題 在基隆可以說是層出不清 我相信到現在 我也敢講一句話 我們這個路下的管線狀況 請所有管線公司或者是公務單位 或者管理單位 你有辦法拿出來一個很明確的說 這條路下有哪些管線 管線在哪裡 我不相信 我絕不相信 我絕不相信 為什麼 本席單單就今年除夕夜 為了一個住戶 他的誰用誰問題 結果就找不到他的源頭 只有另接吸管 那另接吸管以後怎麼辦 那舊管就擺在那裡 擺在那裡以後 他的圖說可能再配合上嗎 可能再符合嗎 又不可能 所以這一部分來說的話 本席很貼切地要求基隆市政府 針對這個部分 一定要很 等於很慎重的 讓所有管線單位 第一個應該把他的所有資料 建立很清楚 而後 我們不管是什麼監控方式 我們只要是 他的符合標準作業流程 而且速度夠的話 我相信安全度都只夠 然後呢 再來一點 本席在本會提出 共同廣告的這個觀念呢 可以說非常的久 我很期盼呢 我們一定要分段分區 乃至於十年做一條 都好 像中山一二路總算錯了 本席在在要求 一定要做 然後能增加一條也好 半年增加一條 一年增加一條 兩年增加一條 都好 只要是可以做到 共同廣告的部分 我相信 第一個 大家都希望 電感地下化 架空電線地下化 大家都希望說 管線維護很方便 第三個呢 道路 基隆市 這一次媒體又爆了 基隆市 這個道路的部分呢 又是全國第一 道路 為什麼會道路 只要是 我一個新方子要接管 雖然說我們可能 控管兩年三年 不得不得開挖 但是他要接管怎麼辦 啊水管漏水了要怎麼辦 對不對 總不能說任由他都在內 所以呢你看我們基隆道路 我好不容易 乃龍路做一個示範道路 任一路做一個示範道路 哪一條路做個示範道路 示範到最後呢 千倉百孔 為什麼會千倉百孔 要接管啊 要接管啊 很簡單 很簡單要接管啊 就算你道路鋪得再好 你再怎麼樣是 用什麼方式去做好 那只要補的時候 就看得出來什麼 所以呢本席也在本會 特別跟我們公務單位 特別要求 說啊以後鋪路的話 盡可能一側到鋪路 對不對 為什麼要一側到鋪路 好看一點 然後民眾過去也不容易跌倒 所以呢在在的 本席希望 我們很簡單 管線匯報一定要發揮 應有的功能 而且市政府要發揮 市政府應有的行政的 處分的態度 要求所有管線單位 你該做到的 你給我做到 你不給我做到 我就怎麼樣 這樣子一來的話 第一個 基隆的道路 還有希望好一點 第二個 管線的排練持續 一定要遵照 免得有發生氣爆的機會 好這個部分來說 本席很貼切的 希望 市長 雖然人家說我們打會 但是 從今天開始我喜歡 我會做到很多事情 讓基隆市呢 成為全國的一個模範都市 我們的道路狀況 我們的管線管理單位 狀況整變 所以 這個部分來說 很希望 市府團隊 不要讓市長 再讓人家 寫上一個大混 謝謝 好 保護意見 我們現在請 聯恩典聯議員 張可惠議員 請做準備 喔 張可惠議員 張榮基議員 請做準備 好 謝謝長 我想這次我們 提出這個議題 新能瓦斯的 要遷移的問題 其實顯示我們 這個新能瓦斯 在我們基隆 雖然只是冰山的一角 但經過 我們各位同仁 這樣子在討論 還有提出一些意見 我相信非常 非常多 會造成我們 市民的一些恐慌 藉著這個機會 我也提到 我曾經實際上 處理過的 就像我在處理 新武華城的 瓦斯漏氣的問題 其實前面洞 後面洞 很重的味道 那也緊急通知 瓦斯公司到現場 那他們到現場 以後就拿一個表 來測 喔 你這個 沒有啊 我這裡 這個表上沒有顯示 其實 在晚上 包括我親自 也來到現場 也聞 味道非常重 但因為 有時候的風向的關係 就到時候 那時候來 真的 真的是沒有味道 可是他一離開以後 那個味道又出來了 那這個其實就顯示的 這就是管線 已經老舊 已經漏了 那結果我們再三的要求 那這一次 新能瓦斯在去年 有針對大的管線 有換新 有太換以後 這個問題就解決很多了 但是 各戶各戶的其中的小的管線 也都沒有去換 那到現在 還是有陸陸續續這種問題 產生 那只要跟他講 他們來檢查 或者 就像剛剛我們那個 洋芸員有說 錢他們在賺 我們要來幫忙 我們要代替他們來 這個 維修或者管理這些漏氣的問題 那這是對我們很不公平的 那剛剛馬英元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不是在多少年的時候 這些管子應該換就要換 因為這不比 這個 瓦斯管不像自來水管 漏水 不會造成及時的危險 但是天然瓦斯 這種東西 你要一旦氣爆的時候 一旦爆炸的時候 那是不可收拾的 所以特別對高地的 這個比較潮濕的一些的地區 你的管線 是不是十五年 或是十年 應該來換 就必須要有這個流程 來做好這些事情 那這個 曾經也處理過一件 就是在自己家裡的 這個瓦斯管漏了 結果跑到整社區去講 你們這個社區 聞到很多味道啊 什麼 那查到結果 它是自己家裡的味道 自己家裡漏了 而且斷得很 很嚴重 漏氣都很嚴重 那這就是說 這種如果 天然瓦斯公司 它如果在這個時間到的時候 會來幫個戶去換的時候 我想這種問題都會緊 都不會碰到 那特別 我們這一次 也提出很多的建議 也建議市政府 不管在我們的管線上 我們也提到瓦斯管 或者是自來水管 包括電線 這些管線的管理問題 我想市政府應該也特別要正視這樣子的問題 來保衛 來保護我們這些居民的安全 以上建議 謝謝 好我們現在請莊榮清議員 林明志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針對本案 本席在這邊建議我們基隆市政府 今天周刊網會登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 辛龍瓦斯七獨的工作站 因為把這個工程人員的撤走 所以才會發生 這個這個 周刊會報導 然後造成民眾的恐慌 所以我這邊建議我們基隆市政府 要即刻要求 回復那個七獨 辛龍瓦斯七獨工作站 讓工程人員進駐 而且要24小時輪班 我想一次應該要比照 大台北瓦斯 這個辛福天然性 包括陽明站 這個這個 他們都是24小時 在他的工作站 24小時工程人員在進駐 所以為了讓 不要照人民這種恐慌 我們基隆市政府 應該要立即要求 我們辛龍瓦斯公司 立即回復七瓦斯公司 總是立即進 那另外 另外 對於不管是要專案報告也好 或是下次會期到 辛龍瓦斯 來這個 做這個拜會也好 考察也好 我想也應該 基隆市政府應該 要請教一下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它對於這些天然機公司 對於這些瓦斯公司 它是怎麼樣來建築 怎麼來規管 他們的這個老舊管線 是多久的年限 來管 我想我們最近的台北 我們請教他 然後做下次會的專案報告 參考資料 所以在這邊 一方面 請我們基隆市政府 對於 辛龍瓦斯 工程人員 要立即回復 進出 24小時 那另外 就是 臺北市政府 請教 對於這幾家的 這個 華視天然機公司 他們是怎麼樣 監督機制 對於老舊管線也好 對於其他的狀況 怎麼樣來監督 我想也請 基隆市政府 向臺北市政府 請教 謝謝 好 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黎明志 林議員發言 謝謝長 我想兩天了 很敢配我們同仁 為我們基隆市民的 公安的安全在把關 但是事實上 我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實際上週刊好像畫錯重點了 我講一下 基本在基隆的辛龍瓦斯上面 它有兩個公器站 七個整壓站 然後七堵那個 那個中心 基本上 它是原來辛龍瓦斯的 舊的公室的位置 然後它是一個整壓站 那它為什麼會移動呢 如果照辛龍瓦斯的說法 我是轉述 因為能該營水嘛 所以它的大樓 大概後來 結構機師去刊定 它的這個結構出了問題 綠質化太嚴重了 所以柯領也幫你 所以你的幫了承照 所以當初的監控中心 在那邊沒有錯 但是我講它牽走 不是因為那個瓦斯危險 牽走 就是那個 那個辦公大樓危險 所以牽走 把監控中心 牽到現在的總公司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要要求它 符合我們 昨天的 或到今天的定義 兩個公器站 六個整壓站 都必須有人員進駐才對啊 所以而不是那個地方 遷移了造成的問題 而是應該 不應該是全面 都必須要有人員進駐 八個點 都要有人員進駐 這才是重點 但回頭講 現在的監控設備 基本上它的主段設施 應該做得不錯啦 所以未來 也許 我們是不是可以 建請我們議會 在下一次定期會 我們到新東瓦斯去看它的監控中心 我們來了解它怎麼樣 保障我們的安全 這才是我們比較要 未來要注意的重點 而且很多同學講得很對 事實上最危險的部分 是埋在地下的管線 民管沒什麼危險的啊 民管發生問題 馬上就可以發現 馬上就可以處理 我舉個韓國首爾的例子 韓國首爾他們在瓦斯安全的管路線的 一個檢查的一個小組機制裡面 它配備了一台 所謂紅外線的偵測車 大概用40公里的這個時數 在做道路檢測 它可以有效檢測出哪裡 瓦斯有漏氣的部分 那是很好一個範例啊 未來是不是我們也見請公務署 或者是說你可以承報給管線主管機關 那個經濟部 我們是不是要求國營會 或者是要求更正啊 那個現在新農瓦斯是 是退回轉投資的一個單位 是不是要求新農瓦斯 能夠配備這樣的機具 來幫我們檢測 配合公務處的管線監理單位 我們一起來檢測這樣的地下管線的安全性 我覺得那個才是正本清源的做法 我再次建議一下 下次定期會 是不是我們就直接到新農瓦斯那邊 去考察一下 看它對我們基隆市民的安全怎麼做保障 但回頭講 事實上 那個周刊王 他引述的相關資料 事實上都有點沒有誤在啦 所以也必須透過這樣的機會 跟大家一起 目前的狀況 沒有大家說這麼嚴重 但是持續的監控是很重要的 市民的人生財產安全 才是我們最關注的東西 所以未來方向 我想要靠大家一起來協助 一起來幫忙 把這件事情繼續的監督下去 把他掌控好 以上的建議 好 謝謝寶貴議員 我想我們現在請 林市長 我們來針對我們議員 早上所發問的問題 希望一一能夠答詢 我們現在請林市長 好 謝謝議長 各位議員的指教 我想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是有關於這個媒體 它的一個報導 當天報導出來之後 其實第一時間 我就指示我們公務處 還有相關單位 立即做澄清的一個動作 第二 就是該媒體 用這樣一個聳動的標題 其實我們也在當天 跟該媒體的一個高層來做反應 那據我的了解 這個媒體的澄清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最近會做處理 那第二個部分是 有幾位議員在建議 就是說 這個所謂市長是否打混的問題 我想這一個部分 市民自有公平 那很多議員 有幾位議員 建議說要去告媒體 或者是說要去提告書等等 我想這部分尊重議員的這個建議跟意見 另外就是 有好多位議員都有特別提到 這個安全 還有這個氣爆 還有這個共同管構 還有五大管線的處理 老舊管線的處理等等 因為很多涉及技術性的一個部分 那這部分是由我們秘書長在做督導 我請秘書長跟大家做報告 謝謝 還有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我想剛剛議員所關心的 其實就是有關五大管線的部分 那實務上目前基隆市 對各管線的一個圖資 都已經有建立 不過之前因為各管線單位的一個圖資 很多都是所謂圖解數畫 那就是說原來它只有紙本 後來把它掃描 又變成所謂的一個 數位檔 那這一個部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各單位的一個圖資 都建立在它自己的 可能有些用Google Map的那些地圖 那我在當公務處長的時候 我要求各管線單位 全部要購買我們基隆市政府 所有一個 就是我們做的一個地形圖 那這個地形圖檔的 整個一個圖檔大概是 費用購買的費用大概六十幾萬 就是說全基隆市的一個數位的一個地圖 他們各管線單位 我都要求他已經購買了 那購買完以後 以後他們再申請各管線花節的時候 那我們必須要求他 以我們的地形圖當底圖 來做這個整個的一個申請 那這個申請的時候 他要把它的一個圖的一個線型 畫在這個地形圖上面 那我們才會核准他 那完工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檢核這個 跟他的一個關係 所以在這一兩年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說 從大概這一兩年 我們已經要求各管線單位 在完工的時候 甚至要把所有的一個管線的深度 做一個標示 那至於舊的管線的部分 那可能要一步的清查 一步的一個去除 就是說比如說 新的治癌水的一個管線 他如果這個新管線埋設完以後 他必須要先測試完成 他才能夠啟用 那這個測試完成的時候 舊管才能廢除掉 那如果說要挖除這個舊管 也沒有困難 那可能就是會造成整個工程的一個 就是說交通的一個黑暗期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是 舊的管線有可能跟其他的管線 又會重疊在一起 那這些管線如果要 這個清治療水管線的時候 那又必須要涉及到一些管線 那這個可能就需要時間來處理 那這個也是目前說 有些舊有的管線 沒有要求他們馬上去做 這個挖除的一個原因 不過這個部分在管線 在會裡面有要求 各管線 當然就是說 你廢除的管線 你要去標示 如果說自來水管線 知道這邊有一個舊的管線的話 將來台電要申請的時候 會要求台電把這舊有管線 一併把它廢除掉 這個部分大概是目前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剛剛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韓議也有指教到就是說 是不是有些管線 尤其是這些像這種瓦斯管 穿越這個香含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有列管 那有些有比較有立即危險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要求線級他們改善 那這個部分詳細的資料 公務處那邊都有在做列管 那先做以上的一個說明 謝謝 好 我想 林市長 希望你尊重本席的才是 因為 我們 李同誠 我們李秘書長 您公務人員生涯已經那麼久了 你該懂得尊重行政的一些程序 剛剛您發言的時候 您並沒有請示本席 我想 希望下次不要發生這種事 好 針對此議題 我們議會同仁 還有什麼 我們張景田 張議員 我想剛剛市長跟秘書長答覆 基隆市政府好像在危機處理 有一點慢半拍 還有你們剛剛陳述的 這是尊重議會的意思吧 是我們議員想要了解的部分 你們可能沒有很重點式的這個報告 第一點 昨天提到這個緊急動議案 我們基隆市政府雖然管不到 你可以請示經濟部 他們這樣的尖端放在總公司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你應該去請示啊 你們這句也沒辦法 我們要的問題 他算的啊 有合理嗎 有危險嗎 因為這是攸關基隆市民的安全 財產的問題 你應該第一時間去問出來 第一動作 你應該 基隆市已經走到智慧城市 尤其是興隆瓦斯 現在你改變表 是智慧電表 不用人來查就知道 你們家有幾瓶了 我給你收錢 每個月我要十六塊幾十塊 還要給他 甚至這種瓶的 瓶瓦的行李 這種公司 我們國家要嚴格 那種是土耳國用 發生氣爆了 他們這句所有的智慧 對不起 張議員 確定一下時間 現在十二點 我們把這個議題討論完 好不好 我們再散會 是 我們應該把他這句 所有的官僧 要有智慧的控管 瓶瓦斯 也要知道 這個 瓶瓦斯發生氣爆 到底 他的公路是怎麼走 還是當他發生 這個財產 瓶瓦斯 瓶瓦斯 現在已經智慧城市 我們應該把他掌控 並且要求他 一定要做到 所以我是簡單的 做一個結論 希望議長 我們既然市議員 應該要主動 揮揮揮 我們來去拜訪議 拜託議會也來參加 這樣共同 來為其他市民的 這個世面 財產的安全 來做補充 好 針對我們議員 今天發言蠻多的 大家都非常關心 我們的 居家安全 我想 我現在做成一個結論 一 本會對 新瓦瓦斯公司天然氣 有無連環報之餘 甚感重視與憂慮 請市府即刻高度警戒 並妥勝處置 二 本案列為下次優先市政考察項目 並做專案報告 這樣好不好 好 通過 好 那我們今天中午就到此 下午我們 下午我們繼續 中午 我們進口 成績 下午 至於 существ 您